2023花莲太平洋纵谷马拉松11月18号要盛大登场 市长卫家燕特别前往了慈惠宫盛安宫来上香 祈求上舱保佑赛事一切顺利 也期盼可以让来自各地的选手开心顺利的完赛 2023花莲太平洋纵谷马拉松即将在11月18号盛大登场 为了祈求活动平安顺利圆满 市长卫家燕日前也特别前往慈惠堂及慎安宫上香 祈求上舱保佑赛事一切顺利 并期盼能够让来自各地的选手开心的顺利完赛 今天来参香其实是也希望我们在11月18号 太平洋纵谷马拉松也希望说活动一切平安 期许我们那天的天气是非常的适合我们跑者的一个天气 也希望说我们在活动一切都可以顺利的完成 在这边今天也到了我们慈惠堂 我们圣安宫 那也有到斜天宫 圣天宫 赶天宫 那也会去我们山顶福德宫都会去跟我们所有众神明来祈愿 那也希望在当天不管是活动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跑者 一切都能平安 那我们活动办理圆满顺利 太平洋纵谷马拉松今年迈入第九届 赛斯包刮半马21公里 小马10公里 以及迷你马5公里 将从每轮田径场旁的海岸路起跑 沿途让跑者可以将东海岸的美景景收盐地 吸引全台各地将近6000人报名参赛 预计可以创下逾万人次的观光人潮 记者 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